真理 道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道 道和真理是一回事 这就是为什么神 佛 先知 先 圣人重视道的原因 也就是说 神 佛 先知 先圣给我们讲的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真理 不存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说 真理不是可有可无的 真理是一不存在模棱两可的真理 真理是永恒的不存在过去真理 现在真理 将来真理之说 真理可实不可造 科学家们力图揭示的就是真理 中国禅宗大师们所悟出的那种只能意会 无法言传的微妙玄通的东西就是真理 一切宗教看似在维护真理 实际上是在逆真理而行 一切正当看似在维护真理 实际上是在逆真理而行 宇宙中的一切 宇宙中的一切 包括我们人类自身 就存在于真理的汪洋大海之中 真理有如下八大属性 一 无 二 万有 三 信 可靠 四 自然 五 公正 六 亲切 七 唯一 八 永恒 生命禅愿仿佛祈求人们的只有一句话 走上帝的道 中华民族的大圣人孔子探约 招文道 惜死而已 苦苦思索奔波了一辈子 他最后才抓住了核心 道 中华民族的大圣人孔子探线